哈囉大家好 我是無影像的WEST 今天我們要來講旅拍系列 好久沒有出去玩了 疫情架上一直都很忙 終於在今年三月初 我們全家一起去了一趟高雄 這趟的旅程 我沒有規劃影片的拍攝方向 因為有點累 長時間的拿相機拍攝以及簡介 所以我這次選擇最輕的這一台 利比E10 跟最輕巧的16-50K的鏡 包包裡明明就有帶穩定器 但是我就是懶得拿出來 OK 懶得的旅程讓我好好的放鬆吧 那我們就走吧 在進簡介之前 我想要來解說一下 我們要如何提升拍攝品質的幾個步驟 第一 畫面裡要有戲 影像真的不是只有按下錄影鍵喔 要在對的時間按錄影 第二 減少走路的畫面 除非你今天用的是穩定器 10點20 我們還在美山 或者是運動相機 我們要去白羊步道 否則真的不建議這樣子拍 真的很暈啊 第三 選擇對的工具 防手震對於錄影來說非常重要 我們又不是在拍驚悚片 影像裡我很 care 晃動 抖動 我一定會把它刪掉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NG畫面 尤其在我婚禮拍攝的作品裡面 絕對看不到所有的晃動跟抖動的畫面 以目前Sony最新的相機 A7S3、A7S4、Libby E-Tech 它都可以開啟積極的防手震 雖然會降低一點的畫質 也會裁切 但是我覺得它能換來的是更穩的畫面 它甚至你只要拿得夠穩 可以代替穩定器的畫面 第四 手持也很穩的運進方式 就像第二點說的 不要邊走邊拍 但如果你今天真的要邊走邊拍呢 我這邊給大家建議 走兩步就好了 但是走之前先把圖勾好 勾好圖我們再往前進 然後手拿相機的方式 不要像拍照一樣 我們拍照通常是這樣子 可是這個姿勢對錄影來說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只要手動一下 你就在晃動了 所以我通常我在錄影時的運鏡 我是踩這樣子的方式 這樣子拿 我抖動的範圍就變小了 然後走兩步的目的是 走三步一定就會晃 所以建議先勾好圖 往前走 往前走 往後 往前 左右橫移 這樣是不是有點像穩定器 第五 盡可能跑在前面 這點很重要喔 因為你才能拍到有細的畫面 就像你在吃壽司好了 你怎麼不可能等到都吃下去了 在那邊咬 你才開始拍吧 一定是在吃之前 你就先下敬畏 走路也是啊 先跑到前面 等戲來 然後第六 老生常談 不要用你眼裡的視角下去勾圖 要為你的視覺創造點衝擊 創造點不一樣的角度 這樣子你看到影片的時候 眼睛才會亮起來 雖然這次的旅行拍攝啊 我遵守了上述的基本原則 但畢竟這是隨拍 看了一下素材 嗯還是覺得很慘啊 基本上就是流水帳 很紀錄式的拍法 但是身為專業的影像工作者 怎麼能剪出一支很流水帳的影片呢 當然要在剪接上扳回一層啊 還是要說剪接能救回一切 我目前使用的剪接軟體是Final Cut 但原則上想跟大家聊的是剪接的邏輯 而不是軟體的應用喔 所以不論大家是用哪套軟體 我覺得都可以看一下 我們先瀏覽一下素材 那這是我拍的 照順序拍下來 其實就是很一般的紀錄拍攝啦 那我也把能用的畫面 都放在我這個時間軸上面 可以看一下目前的素材喔 就是很一般的生活紀錄 如果我們今天只是把這支影片 這樣子照著時間軸這樣順順的做 然後放一首音樂 把前後不要的東西截斷 它整支影片就會變得很標準的流水帳 可是我不想要 我想要讓它更好看一點 所以我通常的做法是 我會找一首比較嗨的音樂 來做一個開頭 讓看的時候會覺得 哇!我會想要繼續往下看的感覺 所以我們找一首比較嗨的音樂吧 我這次選擇了這一首 我們先來聽一下 一開始它在做情緒的鋪層 然後我們也可以看著這上面的音軌 可以知道它後面音樂就開始高漲 好!準備進入囉! 好! 越來越高這樣 好!整個音樂 越來越高 越來越快 表示我們要有 表示我們要足夠的畫面去撐 好!到目前為止 已經一分多鐘了喔 我們有這麼多畫面可以去撐起 這支音樂嗎 很難 但是我們還是要挑一下 然後我想要再跟大家講一個技巧 就是音樂的剪接 我們的影像是這樣子 如果你今天拍電影 通常都是電影完成之後 我們現在下去做配樂 可是我們沒有音樂的底子 也沒有音樂的背景 所以我們必須先用音樂 去配合你的畫面 那通常很難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就是要處理音樂 我們要把音樂做剪接 做裁剪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快剪快播裡面 我對音樂的採剪是非常的細 讓它來符合我的影片需求 這個是你要學會剪成大片的一個很基礎的剪接技巧 我這邊也跟大家簡單的解釋一下 我們打開一個時間軸 然後音樂拉下來 OK 當它音樂最高潮的時候 這邊是51秒 然後一直到最高潮結束 是1分24秒 也就是說 我們要有33秒的畫面去成這麼高潮的地方 不可能 除非我今天在拍的時候 我就決定還有這首音樂 所以我就會在拍的當下 去設計我相對的畫面 可是我沒有啊 這次是很輕鬆的旅行 我只是隨便隨便簡單拍一下 所以我們要把音樂高潮的部分弄到最少 好 我們來剪接音樂的部分喔 把它放大一點 好 等這一下是很重要的節點 好 再把它放大一點 等這裡 我們來對它做一個MARK的電 OK 我們要去往後找 好 這裡有一個DON 給它MARK 我直接踩掉好了 那這邊 好 這個DON 跟剛剛那個DON 是可以連接的喔 我們把它刪掉 OK 我先把它提出來好了 然後 我們要做音樂跟音樂的銜接 那 銜接點很容易啦 我們只要找到它的音波 等一下我先確定一下是哪一個 OK 它的DON是這一個點 有沒有看到有一根高高的柱子 好 一樣打M 然後把它拉過來 再放大一點 OK 有沒有看到POSTING跟POSTING之間 就蠻像的 好 那前後把它刪掉 我們只留音樂節點的前後 然後做一點漸層 OK 我們試聽一下喔 OK 這樣是不是就過去了 就等於 你把一首 原本高槽的部分要33秒 我們現在把它變成52到 我們把它變成52到 59 等於我們把它縮短了三分之一 後面檔下來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慢慢讓它縮掉了 OK 把它裁掉 那我們做一下鍵彈出 好 這就是我們的開頭音樂 我們再聽一次喔 我們從後面來就好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我這次的毛片一共有長達10億分鐘 我想要做的就是 前面會有一首很high的音樂 帶你進入情緒 然後後面就可以流水障了 當然流水障還是不能剪得非常的死 所以我找了第二首音樂 比較輕鬆 然後節點很清楚 節點很清楚的目的是什麼 它就是 讓你可以做節點的剪接 整支影片就會變得比較緊湊 跟著音樂走 很緊湊很好看 OK 我們來直接來看一下 我最後剪出來的剪輯序列喔 我們來看一下 我最後選擇哪些畫面 來電我的第一首音樂 影片的開頭很重要 開頭的前10秒會吸引你 要不要再看一下這支影片的主要關鍵 前10秒喔 好 所以我 找了一個比較衝擊的畫面 就是這個畫面 兩台輕軌的交匯 然後有一個很速度感 那同時有拍到我自己 OK 那方向跟方向的連接 我中間採取了一個 轉場 用轉場讓它轉接的更順 我把轉場關掉給大家看 如果沒有轉場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的啦 不過我讓它多了一個轉場 然後 鍍輪的部分 我讓它做到加速變速 我們通常在剪接這種影片 有比較high的音樂的時候 變速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OK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對它的變速是 我的電腦 我的電腦是i9 所以剪接了一陣子 它的風扇就會跟key叫一樣 非常的大聲 就差耶 好 我們看一下這一段 我一開始對它做的是 嗯 374 就是374倍 然後慢速的是58倍 這次拿的相機是這一台 我通常的拍攝一定是60格 之前的旅行拍攝CD有跟大家說 60格你才有放慢的空間 然後我拍攝的格式是HLG HLG我覺得真的很好用 保留的細節非常的有足夠 好繼續 速度接速度 方向接方向 那不讓它慢下來 好 我們回到這幾個畫面喔 這個是我直接是論鏡啊 我沒有放大 可是因為如果你 沒有做到論鏡的話 整個畫面會滿死的 移動跟移動把它合在一起 OK這一卡也是 這一卡我有設關鍵音格 因為如果你沒有設關鍵音格 因為我在拍的時候 我是沒有把它放大的 可是如果沒有把它放大 就會變成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會變得蠻無聊的 好OK 可是呢我們做完 關鍵音格的放大之後 變成這樣子 在音樂起的時候 我們對它做一點點影像的變化 它會讓影像的衝突感更佳 OK 有沒有看到這些幾乎都是慢動作 這首歌從開頭到現在 其實都一直在鋪陳 那鋪陳的時候 你用一直很常速的畫面 其實會不好看 所以我喜歡用慢動作 來做鋪陳 走路 接走路 好 這一個是很重要的節點 當音樂下的時候 你的畫面一定要轉換 好 其實這一卡是胡椒啦 因為我兒子他離我太近了 那就把它拿來用啊 胡椒接胡椒 接到這一卡 那這個也是 一個漸變的效果 你看從原本的434%的速度 然後變成47% 接到音樂最高槽的時候 我對它做一個轉場 我把轉場刪掉 如果沒有轉場還是這樣子 有沒有看到其實這個畫面是NG畫面喔 就是因為我老婆把它轉過來 要拍自己的時候 其實是滿NG的 但是我們藉由一個轉場 我們可以讓它變成反的是一個 有點像類似特效的效果 好OK就滿順的喔 好這個也是 這個為什麼會放這個 因為我其實發現會動的畫面沒有很多 幾乎都是手拿著 這樣子直接拍 然後這一卡是剛好 兒子不知道在比什麼東西 然後我自己也有做一點運鏡 那再加上做一點變速 快動作接慢動作 再接快動作 然後這一卡 有沒有看到這兩卡長得很像 對它是同一個畫面 其實就是我沒畫面了 所以把它拿來做倒轉 再就變成一個很不錯的效果 好這個也是喔 這個幾乎都是 關鍵影格放大 你看我把它放大 放大了幾趴 從100%放大到115% 但是你獲得的衝擊感其實還滿大的 好如果今天我把它關掉 OK 就是一個很定卡的畫面 但 我們把它打開 它就變成一直推進去 變成一個很有衝突感的畫面 好 音樂盪下來囉 所以我們的情緒準備要收起來了 那我就安排了比較沉靜的畫面 就回到我們晚上吃飯 好 最後的一個畫面我安排了 有細的畫面 所以兒子吃下了第一口飯 OK 這個就是我影片的開頭 把所有我覺得比較有動的畫面 甚至沒有動的我們也可以讓它動起來 把它結合成一個開頭 讓看的人會覺得 哇很不一樣 所以音樂很重要 學會音樂的裁切更重要 我們終於可以進入正片了 我後面選的這條音樂 它是一個拍點很強烈的音樂 所以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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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可以拿來做畫面的轉換 好 OK 剛剛前面補充的第六點 不要用正常的視角來看事情 就是這樣子 我們通常不會往下去看壽司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我們在拍的時候 我們呈現這樣子的畫面 那拍的時候呢 要有細嘛 所以你只是單拍壽司很無聊 所以你在拍的當下一定要說 來來來趕快幫我夾幾顆壽司 細就跑出來了 像這個畫面就是細跟細中間的連結 OK 我吃了一口壽司 連接的就是兒子在吃壽司 這樣子畫面的銜接就會比較順暢 然後後面沒有什麼剪接的 比較大的技巧啊 因為其實 我們把它維持在頓點上面 整支影片就會很輕鬆 就幾乎是一支瞬間的畫面 其實基本上後面就是流水障啦 其實旅遊影片算是紀錄片的一種 我在剪紀錄片的時候 我蠻遵守一個就是時間軸的概念 除非像是剛剛前面的那一段 我特別把它拿出來做點不一樣的 所以我才會有時間前後交換的畫面的產生 那通常後面的瞬間的部分 我盡量會依照著時間軸 因為畢竟 紀錄片 我們是紀錄當下 那到最後 影片的收尾還是很重要 你必須找到一個能讓影片收尾的畫面 那我今天找到的是 我們去樂世界 然後兒子說他要表演 太空漫步 他就在這裡表演太空漫步 然後後面他就跳起舞來了 這哪招啦 OK 我就讓他收在這邊 旅行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腦海的記憶 它是沒有辦法永久保存的 即使是照片 不過因為時間久了 也會往下當下的情緒以及氛圍 所以我覺得錄影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保留的是聲音 會動的東西 保留的是當下的情緒以及氣氛 希望未來錄影能成為你紀錄生活的一部分 我是無影像的威斯特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